大家好,我是在美国21年后回国发展的周博士 今天我有公事回老家浙江省东阳市 顺便去村里半点私事 我们村就在这林棉秀丽的群山里 刚刚去年,这群山被国家认定为南山国家圣灵公民 从县城西边兼省道去我们村里,要穿过好几个隧道 这条省道刚修建起来,没几年 以前走的都是翻山越连的两条线道 这两条线道到我们村,最近距离也有五里多路 所以25年前,我去美国留学前 我们村是不同车的 我11岁的时候就上初中 那个时候每个周日 我都要自己走五里多路到县道去坐车 坐30多分钟车到恒定 在中学住宿一周 到周五按相反的路返回村里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凭着知识的力量,我还十六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 拿到了酸学士 本科毕业后,又直接到美国 长春的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然后在美国很多地方工作生活 见识了费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美国大城市 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村前面的村道 前方就是高铁站的建设工地 这条高铁从寒州到温州 是明年寒州亚运会建设工程的一部分 站面据说叫东阳恒电站 由大家如果要乘高铁 来全亚洲最大的掩饰阶地 恒电掩饰城游玩的话 就在这里下车 村到整个左面都是工地 整个工地处于非常繁满的建设中 远处就是我们村的后山 也就是南山国家森林公园 那里有好几条隧道在同时建设 除了高铁隧道以外 也有配套的道路隧道 我们村附近的高铁建设 开展已经超过两年多了 按计划 这条高铁要争取 在明年7月份前通车 赶上寒州亚运会 说实在的 十年前 我根本不相信 我们村会比纽约 洛杉矶等美国大城市 更早有高铁站 但到了现在 我们村的高铁站 再过一年多就完工了 纽约洛杉矶的高铁还遥遥无期 我在三世纪最后几年来到美国 目睹了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顶峰 然而 二十一世纪静静过去二十多年 中国已经拥有了二十一世纪的基础建设 如果美国认为 静静依靠二十世纪的基础建设 加上印太战略等小聪明 就会保持世界第一的竞争力 那将是美国的一个重大战略臭 这个视频到此为止 下个视频我介绍一下 我们村高铁建设的更多情况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个点赞和关注